03年爆发沙士,但疫情最终都消失 新型肺炎致死比率暂时较低,但影响就可能更长远 王神说要研究新病毒的流行规律、生物学规律 还有生活上的防范措施等 另外对于一直流传有关实验失泄流病毒的说法 有外国专家学者向权威医学期刊斥联署 批评这些阴谋论 当众也包括港大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烈文 还有美国、德国、澳洲和联合国梁隆组织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等代表 他们说目前多国学者发表的基因研究 都压倒性地显示病毒源头是野生动物 阴谋论只会带来恐慌、谣言和偏见 损害抗疫工作 他们说与中国或者武汉的医疗和科研人员并肩 希望外界也都一起支持 有线电视记者来见生活到